辽宁国家粮仓闹鼠患,上千只老鼠疯狂偷吃,员工老流出奇招,训练流浪猫入伍当兵,猫鼠大战一触即发。 2011年,辽宁盘锦国家粮仓一个库房遭了灾,作为我国重要的战备粮储备基地,盘锦粮仓规模庞大,储量数量在全国都遥遥领先。 可最近却除了大事,自从搬迁后,其中一个仓库突然出现一大帮老鼠,每天一到深夜就偷偷作案,把袋子咬破粮食撒了一地。 眼看老鼠泛滥成灾,被糟蹋的粮食越来越多,领导急坏了,专门召开员工大会商量怎么有效灭属。 有人说干脆上老鼠药,把偷吃的老鼠全都堵死,可粮食基地最重要的就是安全,一旦混进量粮食里可就糟了。 要不行,那就用捕鼠家,领导听了却连连摇头。 老鼠成群结队出门偷吃,早就成了惯犯,一见到捕鼠家,全都绕道走。 大家一时间没了主意,这时候员工老刘的一句话让领导恍然大悟,训练猫抓老鼠,不但科学环保,而且一步到位。 大伙一听都笑出了声,猫跟狗可不一样,猫天性自有散漫,怎么可能乖乖听话。 领导却觉得十分可行,委托老刘接下重任组建猫兵营。 老刘一听笑开了话,原来他很早以前在旧仓库就收养了一群流浪猫,如今库房搬迁,他正发愁没地方安置。 但这群流浪汉们真的会乖乖听话吗? 老鼠竟然咬着猫尾巴不放,一转头被猫狂扇耳光。 这是发生在辽宁盘锦国家粮仓的真实画面,为了解决老鼠泛滥的问题。 员工老刘训练流浪猫入伍当兵。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,老刘知道天生反骨的流浪猫,只有在饥饿时才会乖乖听话。 于是他拿铁盒做了一个开饭铃声,几次下来铁盒一摇,四面八方的流浪猫就会立马飞奔过来。 但它们吃完就是一个个长得飙肥体壮,就是不会抓老鼠,这可不行,老刘专门找来一大块猫抓板,让它们提高战斗力。 结果犯来张口的日子过久了,流浪猫变得一个比一个懒。 随便抓几下倒头就睡,猫抓板成了现成的猫窝,老刘气得哭笑不得。 找到专家疑问才知道,这些猫都成了老油皮,要想训练必须从小抓起。 正好有几只母猫怀孕了,小猫出生后,老刘每天亲自喂食,时不时把它们放到陌生的环境里。 时间一场小猫对老刘十分依赖,在老刘的训练下,小猫兵们不但跟着它寸步不离。 还能听懂简单的口令,从那以后,老刘每次出现身后都跟着一大群的猫兵, 从前嘲笑他的同事都看傻了眼,厂长听说后,干脆让他专职养猫。 虽然小猫指哪打哪,但老刘并不满足。 他计划让猫兵分成三队,巡逻侦察家潜伏,互相配合争取将老鼠一网打尽。 他用口哨命令和临时指引的方式,让猫兵各就各位。 就在这时,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,他的猫不会抓老鼠。 眼前被老鼠吓得滋挖乱叫的大猫,就是老刘训练出来的猫兵。 猫竟然怕老鼠,这样倒反天罡的事就发生在辽宁盘锦粮仓的猫兵营里。 这批猫兵被老刘一手养大,小时候吃奶长大了吃猫粮,眼看要上岗却连老鼠都没见过。 老刘恨铁不成钢,连夜进行紧急培训,把抓来的老鼠系上绳子放到地上。 没想到老鼠一口下去,丢尽了猫脸。 受惊的老鼠死死咬住小猫尾巴,小猫疼得滋挖乱叫,猫妈妈在一旁边娇边骂级的团团转。 不过很快小猫的血脉觉醒,对着老鼠就是一顿胖揍。 打是打得过,但几只猫围着老鼠玩了半天就是不下嘴。 为了让小猫学会撕咬老鼠,老刘也是费尽心思,专门做了一个道具,把猫粮装到里面,饿极了的小猫一闻到香味。 立马飞扑上去,几次下来已经能手撕老鼠。 眼看外事具备,老刘的第一批猫兵成功上岗,巡逻猫围着厂房定点巡逻,侦察猫就在各个粮仓里转悠。 就在这时,一只老鼠突然出现,好巧不巧被侦察猫发现,瘦小灵敏的侦察猫连忙通知体格撞硕的巡逻猫,在巡逻猫的强势追捕下,老鼠成功落网。 只剩潜伏猫还没上岗,老刘精心挑选了几只身形中等性格沉稳的猫兵。 挨个把猫带到指定位置,通过重复训练让它们坚守岗位。 短短半个月,老刘的猫兵犹如神兵天将,把糟蹋粮仓的所有老鼠都被灭得一干二净。 消息一出盘紧的猫兵营成了香波波,各大单位纷纷跑来借兵。